众所周知,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年国内多项重大赛事都已经光宣延期或者取消 包括亚运会、清澳会、大运会、足球亚洲杯等 如此一来,今年国内光注度比较高的赛事就只剩下成都四拼赛团体赛了 正当所有球迷都在当心四拼赛也会取消的时候 国际拼联总算是给大伙吃了一颗定心王 宣布四拼赛将如期举棒 这样一来,今年中国体堂总算是守住了最后的主场 2022年虽然不是奥运年 不过对于中国体育迷来说,本该是充满期待的一年 因为北京冬奥会已经圆满成功 杭州则将举办亚运会 大运会和清澳会也要在中国举行 另外,由于游泳和田径都有市井赛 因此按照慣例,国内会先举办选拔赛 然而,因为疫情导致这些赛事不是取消就是延期 这也让粉丝们的热度大减 同时足球亚洲杯丢掉主场 更是让中国足球的球迷相当失望 这样一来,今年的重大赛事就只剩下成都市拼赛团体赛了 事实上,成都市拼赛原计划是在今年的4月份举办的 但后来被迫延期到9月底 这也让很多乒乓球关注者感到当心 毕竟2020年辅商市拼赛就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一再延期,最终被迫取消 所以很多球迷也在当心成都市拼赛会被迫取消 如今,成都市拼赛团体赛终于确定下来 国际拼联在官网宣布 该赛事将于9月30日至10月9日如期举办 不得不说,乒乓球真不愧是国球,排面完全拉满了 在国际拼联光宣后 中国乒乓球掌门人刘国良也第一时间发声 他表示,这次市拼赛又将为成都创造新的历史 作为东道主,我们期待球员们能在成都展现乒乓球的风采 同时也希望球迷们能在今秋10月享受一场乒乓球的盛宴 刘国良意气分发说道 可以看到,刘国良作为国际拼联副主席 对于成都如期举办市拼赛团体赛非常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市拼赛团体赛也将成为北京冬奥会后 国内举办的首个国际赛事 届时,男女团体将各有40支队伍参赛 他们将分为8组,每组5个队 各小组进行循环赛,前两名晋级淘汰赛 虽然国拼还未公布参加四拼赛的名单 不过从官方发布的宣传片中可以看到 马龙、房正东、陈梦、孙影沙和王曼玉集体亮相 也就是说,这五人不出意外是肯定会参赛的 至于其他的席位,则需要国拼队员们去努力竞争了